你好 欢迎收看4月8号的台湾大新闻 我是陈慧玲 新美市政府劳工局推动的 非典型劳动青年转正职辅导计划 提供职业心理测验 履历见诊 还有职业训练等等 并且提供辅导津贴 成功转业奖励金等服务 最高可以获得补助19000元 非典型劳动青年转正职辅导计划 是专为从事判写人力定期契约 或部分工时的劳动青年 所原理的转正职辅导方案 提供职业心理测验 职业资商 履历见诊 职业训练 劳动法令 就业促进研习课程 以及建立职业存折 并提供辅导津贴 成功转业奖励金等服务 最高可以获得补助19000元 很多年轻朋友因为找不到政治工作 先做一个临时工 或是派遣工或是定期工 这样的一个 我们叫做非典型的就业状况 那非典型就业状况 他的福利会比较差 他薪资会比较差 然后他的工作前景也比较不明确 所以我们在去年 就三月的时候 我们就启动了一个 非典的一个转正职的计划 希望在做这些非典工作的年轻朋友 他如果想要转成正职 我们能够利用这个计划来帮忙他们 非典型劳动青年转正职辅导计划 自去年3月起推出 实施至今满一年 截至今年2月底总计有301人参加 其中有94人成功转换正职 转成正职有一个奖励金大概是一万块 然后三个月每个月是三千块 所以大概如果他能够透过这样的计划 然后转成正职 我们大概会有一万九千块的这样的补助 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个计划 让这些非典工作的年轻朋友能够转成正职 然后能够能够做得长久 因为他因此的薪水会增加 所以可以有比较好的一个生活 过去一年我们大概有服务了301位的 我们这个非典的年轻朋友 其中大概将近94位目前都已经转成正职 我们希望能够继续辅导这样的一个计划 让想要从非典转成正职的年轻朋友 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年满18到29岁毕业后 见两年内层从事非典型工作 合计三个月以上 目前从事非典型工作或待业中 且有意愿转正职的青年都能参加 能够觉得欢迎游戏逆者 可以拨打就业服务专线洽询 或上新北市人力网的青年转正职专区 查询相关资格与申请的办法 见方家师傅长报道